當過兵的朋友都知道 在這軍營裡面呢 其實晚上夜黑風高 尤其呢十點鐘這營區一席燈啊 夜晚時刻 尤其到了農曆七月的時候 許多光怪魯禮的事情都會出現 而且最多的就是那個什麼 X先生的虎口營區你知道嗎 因為那營區非常的大 中小部隊 有國家閱兵場 沒錯 十多年前就有一次破砲演習 不要打81砲跟120破砲 這非常重要 你到十多年前都要拉線的 對啊 好 三名通信士跟通信兵 就到現場要先架設好 通信的線路 就是BIC乖乖 電話線路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問題是那個拔槍很大 那為了確保明天演習正常進行 他們下午兩點多就去了 後來一直弄到 晚上六七點還弄不完 你知道嗎 因為壓車車長是中士 還有一個下士 還有一個駕駛兵 六七點 要吃飯了吧 是啊 好 你們回去打飯 我繼續幹活 好 你知道嗎 好 中士他負起責任來 我跟你講 天黑了 天黑了 好啦 要守電頭了 好啦 反正我跟你講 還是凡事一切要自己來 你知道嗎 中士非常認真 你看 六七點 天都黑了 這個燈 照著地上的線路 而且他一直有很多地方都已經壞掉了 他一直整理一直整理對不對 弄得 脖子也酸 手也酸了 你知道嗎 突然這個時候從後面飄來一個聲音 要需要幫忙嗎 哎呀 好 謝謝 這半夜六七點 整個靶場上沒有人 怎麼會有人要幫忙呢 哎 對呀 後來這個需要幫忙的聲音越飄越遠 可是這個中士他已經頭昏眼花了 突然有三個黑影跑過來前面說 我們要怎麼把他抓狗體的 就是要抓交替的意思 就是我每年到了某月的時候 就會有好兄弟來來抓你走 那是不明的超自然的現象 超自然的物體要抓你走 當場他就暈倒了 昏了 昏倒了 好過了半個小時 打飯的駕駛兵 跟下次回來 你知道嗎 怎麼弄不醒他 趕快救回 就說送回連上去 連上說不用看了 中邪 馬上送到804醫院去 到804醫院去 我跟你講 銀副大長也來了 連副大長也來了說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 你把你看到的情況 一五一十告訴我們 結果他說不要說了 葡萄長 Paul 不要說了 我的經驗 你們永遠不會看到 你們永遠不會遇到 都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說的第二天 不要再說 就正式打靶對不對 正式打靶 那個中式修理的地方有沒有 那第三個就是 他昏倒的那個地方對不對 你知道嗎 發生了事情嗎 發生了一枚一二零破炮 等一下 破炮落在那個點 還好他車開走了 對 你知道嗎 可是那個地方 竟然打死了三個士兵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 根本就不是彈藻點 瞭解 破擊炮是驅射武器 是這樣下來的對不對 他不是像火炮 他的射程比較長 那就表示說破炮瞄準手 把那個調的位置方向調錯了 好 你要你要說調錯都能用科學解釋 但是他為什麼不偏不倚 就打在那個中式昏倒的地方 這三名士兵就是要來抓狗體 所以說你說軍中的怪事 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軍中的怪事在裝甲部隊裡面 其實還真的蠻多的 因為最主要呢 有些裝備跟車輛年份已久 像當年啊 在韓戰之後呢 台灣有些裝甲車輛就送到了台灣 M113 M5怪怪 還有M48 A3 這些戰車來到台灣之後 其實這些戰車當中啊 也有一些比較靈異超自然的現象哦 而這些超自然的現象 你非得要用部隊的一些方法 才能把它解決啊 另外一個常出現恐怖影像的 這是在台中的裝部三拐三旅 我相信也有很多在那裡 當過兵的都知道 現在我要講的這個故事 絕對是真真實實 話說三拐三旅呢 它戰哨的位置有很多 比方說有靠近馬路邊的 也有呢 是叫這個我們講的 料望哨 就是要看遠山的 高台哨 對 可以看到下面的假車戰車有沒有停好位置有沒有人摸進來 對 這種料望哨高台哨都是靜止點燈的 好 這個故事的背景我已經先跟觀眾朋友說明了 我們就先來講一個靠馬路的這個哨出了什麼問題 曾經有一個阿兵哥當時他站的也是五夜的哨動動到動樑 這個哨沒有像動樑到都是那麼硬 可是其實也蠻硬的 因為你下哨差不多交界完畢大概也快三點了 對呀五點就要起床了 好話說這位唱這個戰哨這個阿兵哥下哨之後 回到這個這個連部然後呢就跟接他的哨的人講 學弟該你啦 一據那個學弟事後回憶 這個學長當時要來交接哨首一切都很正常 學弟等一下就交給你啦 不過我跟你講學弟我剛剛在戰哨的時候有看到了一些 他就突然就不講話了 昏倒了 不是昏倒 就不講話就蹲下去 然後就開始吃草 什麼 吃草 對吃草 你說那個連集合場前面的草皮他放到那邊去 學弟還說學長你不要鬧你不要嚇我好不好 學長你幹嘛你怎麼樣怎麼樣 學長不理他繼續吃草 你前一秒鐘還在講說你看到了什麼恐怖的 你就蹲下去吃草了 是啊 學弟還說 你 學長變草泥馬了耶 他變成草泥馬了 可是你說你變成草泥馬還好 草泥馬只是吃草而已 他畢竟神智沒有失控吧 嗯 我跟各位講 這個阿兵哥 他後來不只吃草 他還瘋了 而且被送到803醫院之後再也沒有好起來 一直瘋到退伍之後 各位知道嗎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那我跟各位說 其實呢 在那個哨 難道只有這位阿兵哥遇到這種奇怪的事情嗎 其實有很多的阿兵哥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馬上呢 才 因為以前不敢講 現在呢才去一口氣的一圖願寂 跟長官講說 報告長官 以前我們在那個哨的時候 也是就是在 靠馬路這邊 好 也是講 我們都會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影像 包括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高的矮的 對 然後結果那個 吊鬼了 長官還諷刺他說 廢話 你靠馬路邊 你當然會看到很多路人 不是長官啦 這些人都沒有都沒有下半身 只有上半身 長官才自從 後來開始指的說 原來你們指的都是一些 不是人的東西 好 結果呢 長官立刻知道事態嚴重 找來了一些道士啊 高僧啊 來做法啊 來驅一些不該出現的東西 就安靜下來 那平靜啦 平靜了對不對 是啊 但是半年後 我剛剛講 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哨叫什麼 叫廖望哨嗎 對不對 好 這個廖望哨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地理位置 剛剛講的是靠馬路 靠馬路 對不對 好 做法了 半年之後 在這兒 這是什麼 靠山區對不對 後面是山 結果在這個正對角喔 又發生了 不該發生的事情 而且這次更恐怖的是 傍晚五六點就跟你來鬧了 話說有個阿兵哥當時在那邊站哨 站著站著呢 他當時站的是下午四點到晚上六點的哨 就站著站著 你是阿兵哥對不對 站哨 看著瞭望哨 好 突然呢 就有人這樣 好 立剛你回頭 你看到是我嗎 那你一定會害怕嗎 是啊 但是那個阿兵哥當時回頭 什麼也沒看到 等一下 有人這樣熊抱居然什麼都沒看到 當你回頭 當你發現有人熊抱你 而你回頭什麼都沒看到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會怕啦 一定喊救命的 對啊 喊不出來 但是因為在瞭望哨上 不是 是他喊不出來 他喊不出來 他不能開 他講不了話 結果呢 他就站那裡站兩個小時 他嚇到 他也不是嚇到 他事後回應是他講不出話 他想講講不出 我想講講不出話來 結果就在那兩個小時 他超精實的 為什麼他超精實 不是他想要精實 他被抱著 他被抱著這麼精實 他動也動不了啊 那又不能開口喊救命啊 身上不是還有S腰帶還有蛋夾這些 你知道他事後說他這兩小時 對 身上又有蛋夾又有刺刀 這也不能被他 被這個不明物體給摸走吧 是啊 他也不得不精實 我跟各位講 他事後講這兩小時 他被熊抱了五次 好啦 結果又告訴連上長官 連上單人知道說 這次我就不會以為你們都在開玩笑了 一樣 又把什麼高僧道士 通通叫來 在這邊 結果發現什麼 這個老師跟長官講 為什麼這裡會有 就是因為 來 之前你們這裡有 你們做法把他趕到了這裡來啦 被趕到了這裡來 好 各位以為就這兩個少有事而已嗎 沒有 我剛才講三角三是什麼 三拐三是什麼 莊部旅 莊部旅如果他要演習之前呢 在指揮所這邊 所有的裝甲車七十輛 他們大概那時候七十輛左右 還包括前面的引導車 我們講裝甲指揮車 M5拐拐對不對 都會在這邊 一字排開 等著旅長訓話 訓完話就什麼 出發 結果旅長訓完話 但是第一個要出發的 你這台車一定要先動 指揮車發不動 怎麼發都發不動 怎麼發都發不動呢 我跟各位講 那車子壞了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呢 連上總會有一些什麼老的嘛 對不對 那些老屁股的嘛 連長就講 駕駛兵 過來 去把箱 去準備一些箱過來 準備箱 好 駕駛兵也乖乖的去準備箱 其實有一點障惡金剛摸不著頭緒對不對 連長說話不要多說 來 你拿三柱我拿三柱 來一起焚香膜拜 好啦 那他就看連長念什麼 他就跟著念什麼 連長就講說 好兄弟啊 拜託你們啊 讓我們演習順利啊 車子能夠發動啊 好 那駕駛兵也跟著念 這部隊耶 對 駕駛兵照樣跟著念 旅長也握許他們這麼做 好 駕駛兵也跟著念 但是駕駛兵 看看 念得差不多了吧 但是連長後面也念了一些 他念不懂的話 他沒打 他沒打 結果那個駕駛兵 後來就覺得 試試看嗎 所以奇怪 就發動了 事後他問連長 連長 你前面講的國語我都聽得懂 但你後面最後講的一句話 我聽不懂到底在講什麼 他說其實M五乖乖 有很多之前在參加韓戰的時候 死了很多的一些 那時候的一些韓國人 所以呢 他在跟那些韓國那些人講說 拜託你們要讓我們順順利利 所以才會講一些 謝謝謝謝 是講韓文 那個連長真厲害 哎呦原來啊 戰車居然這上面 還有這種靈氣啊 你還要敗過這戰車 它才能夠發動得了 可是呢 新訓中心大家記得吧 以前有好幾個新訓單位 包含了什麼 淚灑關頭橋 雪尖車輪浦 還有魂斷金六節 金六節你好像有事喔 是 第一剛剛 日本最著名的恐怖人物是什麼 針子啊 對 就從電視裡頭爬出來的這個針子 是啊 但是金六節也有一個到處爬的 這個叫小洪 什麼 對 金六節不是軍營嗎 是 軍營裡面的量氣最盛了 怎麼會有小洪呢 不是一樣會有 這個小洪 她是一個全身紅的這個女孩子 你如果 你八字比較輕一點 你有時候半夜起來上廁所 你就會看到一個女孩子 在這個階梯那邊爬爬爬 然後就在一樓二樓這樣 一直不斷地爬 然後她全身穿著紅色洋裝 可是你看不到她的下半身 這麼恐怖啊 對然後到處好像在找什麼東西 在找什麼東西一樣 所以在那時候傳說 那時候在金六節當兵的人 如果早上起來 發覺你那個鞋子啊這些 全部都被弄亂了 你千萬不要懷疑那是班長在整理冤枉 不好意思 因為那就是被小洪弄亂 所以你趕快不要說話 趕快把他排陣就對了 就大默默不吭聲就對了 那這個 到底小洪是怎麼來的呢 傳說是 民國六十三年的時候 那時候 剛好有新兵進來送訓嘛 那送訓 最期待什麼 肯親會對不對 對有家人親屬可以來探望啊 然後就裡頭有個新兵 他女朋友就要來探望他 當時他又穿了一個連身的這樣 紅色羊群 就來了 那時候帶了一些這個新兵 喜歡吃的雞爪啊 什麼一些零食過來 結果來的時候很多人看到 哇這麼漂亮一個女孩子 就很高興就圍過去 結果有一個士官長說 你們圍著幹嘛 小姐妳有什麼事情 叫她說我要來找某某人 到部隊那個當新兵的時候 大家最喜歡看到肯親會有女朋友進來了 漂亮女生大家在那邊欣賞 結果這個士官長就說 他跟我很熟啊 他好兄弟我帶你去找他 結果一邊走一邊跟他講 其實我跟你講 他最近因為犯了錯誤 已經被關到禁閉室去了 可能會被判軍罰 他男朋友犯了這麼重的罪 因為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跟他好兄弟啊 我現在才偷偷帶你去看他 結果他帶進去走走走走 趕快沒叫走走 突然就把這個女孩子 帶到一個廚藏室裡頭 一進去就把門關起來了 然後接下來大家都知道 他想幹什麼了 就對這個女孩子 私以入山之爪 就把他侮辱了 侮辱了之後 他還警告他說 你不能對外面講喔 然後就揚長而去 結果後來 那個新兵等了半天 也看不到自己的女朋友 這個士官長還跟他講說 你不要擔心啊 可能家裡有事啦 臨時不能來了 沒有問題的 結果隔了三天之後 就發覺這個女孩子 沉思在那個大敘水池那邊 蛤 對 他親生了 對他 他可能是親生了 那到底是親生 還是被士官長推下去了 就沒有人知道 對 那結果呢 軍方因為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 在這邊往生啊 所以到最後就草草以意外解案 那這個新兵很快也被調到金門去了 再來講這件事情應該沒有下文了對不對 結果呢 沒過幾天 這個士官長居然在他自己的寢室裡頭 用紅色繩子 就是懸良 就往死 就親生了 也親生了 然後 再來講這件事情 後來軍方就覺得怪怪啦 就用水泥把那個 把那個女孩子在靠近序蕾石裡面 把他封起來想說應該沒有事了 可是不是這樣子喔 從此以後這個小紅的傳聞就出現 但是更糟糕的就是 你看就在這個序蕾池喔 然後更糟糕的就是 隔了幾年之後呢 又有新兵來了 新兵來了之後 有一個新兵 他也是站完哨子之後 他連長把他叫去 叫去好像叫他去支援一個寢物 回來之後他就 每天這樣盯著 天花板一直看 為什麼 一直發呆 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就這樣盯 每天都不睡覺 連續好幾天都不睡覺 後來大家怕他想不開還是幹嘛 就派很多人盯著他 可是他每次一到凌晨三四點 突然之間就 不斷起床 然後說人家不要嚇醒啊 然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然後就覺得這個跳是瘋了 是不是要趕快去送醫生來幹嘛 結果後來他其中好 嘗試好幾次撞牆啊幹嘛 就是整個就跟發了神經病一樣 到最後大家想說 才知道原來是 當天連長派他去 蓄血池方面支援別人 這個清掃的醒悟 是不是在那邊 遇到了小紅的這個東西 所以後來呢 為了沒辦法這個 這個實在 冤期太重 只要找出連隊的 對軍旗來 就想說能夠震懾住他 因為軍旗是陽氣最重 代表我們的軍魂 結果不好意思 軍旗拿出來之後 軍旗啪斷掉 蛤 軍旗斷了 對 糟了 所以呢 現在到現在為止 小紅去得的傳說 還持續在金六節 大家不斷的流傳 天啊 原來金六節裡面的小紅 連軍旗都震懾不住 但是洪仲秋的案子 能夠水落石出嗎 看看 再來到了禮拜五之後 將要移到地方法院了 可是軍方的滅政工作 可是一直在落實進行中的 我們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